在众多的瑜伽派别里面 昆达琳尼瑜伽很特别的地方 是他着重在灵魂的觉醒 透过外在的呼吸体味 冥想 翻唱 手印等方式 去进到我们的内在 去连接我们的自心本性 达到一个身心灵合一的状态 在学佛之后 有接触到大悲咒 一直到了2013年 有一次随着亲友来到 灵鹫山爬山的这山上 有举办大悲闭关 我本身很喜欢独处 也很向往闭关的生活 于是我就报名参加了 大悲咒的闭关 跟着许多人持咒 是一个很不一样的感觉 闭关的生活是一个 全然可以跟自己的心 在一起的体验 在过程当中 可以更深入地去观照自己 无论是冥想或者是静坐 在佛法或者是 昆达里尼瑜伽里头 都是很重要的一环 昆达里尼呼吸的冥想 泛唱的冥想 有时也会持一些特定的咒语 其实就跟佛教的持咒 禅修一样 都是透过高度的专注 更深层地关照自己 就像有许多的同学常常跟我反映 为什么在课堂上 动作可以做得很好 冥想可以很进入状况 但是回到家自己做功课的时候 感觉没有那么强 其实这个就是集体意识在发挥作用 他都能够很专注当下 很能够跟自己相处 所以我希望透过瑜伽 以及佛法 能够让每个人都可以看见他的光 都可以感受到他的爱 你就可以去找回你的那颗心 就能够感受 原来自己可以这么样的有力量 这么样的喜悦 如此的纯粹 去看见万物的美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